大家好 长在山边路旁的这种野生植物 经常被老人们砍掉 因为它长在树上的话 影响植物的生长 如果掉在地上 又容易绊到脚 它就是这种藤本植物 今天的话 来拔一点回去 这么长一条 这种植物浓成很多件 主要是因为这种植物 它有很好的药用功效 这个夏天来拔一点 拿去泡水和 这一长都是一大片的 可能这里很多的 被砍掉了 它一重新长起来 不要这个根部还在这里的话 每年都会长很多 直接长到树上去 一眼望去 路边的这棵小山树上 已经爬满了这种海金沙草 这棵沙木已经被它占领了 长势还挺好 你看 这植物的旁边有这种抱子 到了八九月份 它的成熟期 直接给大家的抱子笋 可以卖个好价钱 海金沙粉的话 一斤可以卖到几百块钱 然后这旁边肯定还有 你看 这地上 哇 还有那里 很多的 这个 长就长一片 我家住在一个村 村里都是最亲的人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 连你相信最何村 众人是柴火焰高 永远相信这个理 没有太大的本事 每天折腾着点点 日子过得有滋味 不会头脑很开心 我家住在这个村 猪猪猪猪是我的歌 咱们做人最识会 一步一个人 教育后人总继手法 做一个文明的人 踩毁就踩了这么多 你看我身后旁边这里还有 还有这个草丛里面 很多 真的是随处可见 这些的话 又拿回去泡水喝了 我记得去年 去年因为温度比较高 然后我在河边工作 湿气也比较大 然后由于湿热引起的结石 也就是尿结石 当时的话我是通着地上打滚 特别难受 然后他们叫我去医院 说要碎石 但是碎石会有影响 所以的话我就请了一位老中医的 他叫我去山上采一些这种蛤蟆藤 又叫金海沙草 结果吃了几次 然后同时的话也采了一些那种车前草 都是利尿通灵 还是挺有作用的 不怕你笑话我 当时的话 真的 要是这么大一个石头了 那个石头一年就碎 一段时间特别难受 新年的话也是没有复发了 然后今年 高温天气又来采摘一点 拿去泡水喝 反正它有清乐解毒 利尿通灵等功效 看起来挺干净的 但是怕上面有虫了 有杂树叶 还有一些非尘 要清洗掉 哇你看 人在一起 今天的太阳是赶不上了 等待明天的热出 像现在这高温天气 一两天就晒得非常干了 直接可以泡水了 俗话说的好 白草都是要 只要用得着 这种蛤蟆腾 我们小时候也使用过它 有时候尿急的时候 用它来泡水喝 也是特别管用的 这种植物的话 它泡起水来 可能味道不是特别好 但也不会太难喝 先采摘热一点 用来泡一下 都说是要三分毒 对吧 咱们也不能长期去使用它 但是如果说 你用它来清热解毒 利尿通灵 还是有非常好的功效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老板们 不知道你们还认为 这种蛤蟆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青海沙草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效 欢迎留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